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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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杨靖文 就读于海军潜艇学院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演讲大赛 为了不负众望 他已经苦练了两个多月 别看他现在说的很牛 以前他可是另外一副样子 其实小时候确实很自闭 在小学的时候 因为口吃 然后就不爱说话 我以前特别深啊 有一次上课 老师叫背松课文 背松课文因为我说话口吃嘛 所以一句完整的利索的都说不下来 如今当年那个连话都说不利索的男孩已经成为了一名军校学员 并且即将走上中国军校演讲大赛的舞台 小时候的口吃会不会影响他的发挥呢 杨靖文自己心里也没问题 感觉是有了 还是有时候还得去尝 离开杨靖文的房间 走廊里一阵清脆的快把声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 一二三四 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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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军的选手们可谓是卧虎藏龙和显神通 不一会儿就导演了一出才艺大街龙 虽说大战败极 但看得出来大家的心态相当放松 这位来自新疆的小伙子艾克兰牧还给记者唱起了自己最喜欢的歌 艾克兰牧就读于武警布鲁木齐指挥学院 虽然也是初次参赛 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压力 初次见面 他就滔滔不绝地描述起了自己的家乡 夏天那边是瓜果不断 哈密瓜 葡萄 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 西瓜呀 很多很多瓜果 而且新疆的烤肉呀 烤全羊都很棒 烤肉熟辣烤肉 新疆的烤肉 这首歌叫《当那一天来临》 唱的是战士们出征前铁骨针针的誓言 此刻他最符合选手们的心情 准备好要忙 士兵兄弟们 当那一天真的来临 放心吧祖国 放心吧情人 为了胜利我要勇敢前进 抽号平静地进行着 一号选手始终没有出现 在赛场上 最先出场往往不占优势 因此他们谁也不愿意抽到一号 此时的杨靖文显得心事重重 一号选手没出现 他就随时有可能成为第一 艾克兰木却显得镇定自若 他似乎并不在意第几个上场 随着一阵热烈的掌声 一号终于诞生了 而更加戏剧性的是 二号选手也紧接着浮出水面 面对手中的这个第一 于金松显然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没想到我真是想象这种的一号 抽了个大奖 而抽中二号的选手郝林似乎就没那么淡定了 这个已经确定了 待会儿我给你们再详细再讲一下 这个跟你们说的那发的那个短信是 第二个上场紧张吗 我本来是想抽到一个中间一点的 不过抽到二也行吧 得知自己的出场序号以后 杨庆文悬着的心暂时落了下来 艾克然木抽到了16号 他显然很满意自己今天的手机 挺顺的 1616 要顺 叶木将冥 忙碌了一天的选手们回到宾馆 但大家却没有马上休息 随着比赛的临近 昨天的轻松欢乐也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紧锣密鼓的练习 关键的时候 要把这个节奏 同时这个人物性格的话要说 可在不少人眼里 我是个院长 就是一个牙膏都挤完了 还有就是你的表情 那边是同窗互相批判 把最后一个心灵都送上战场 多悲壮是不是 不应该面带微笑 此刻 一号选手于金松独自待在房间里 显得有些坐立不安 面对即将开始的大赛 选手们都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焦虑 李易南曾在利比里亚执行过维责任务 应该说进食过不少大场面了 然而面对比赛 他心里也敲起了小鼓 把稻子忘了 甚至还设想了上去滑了一跤 在麦克风前摔倒了 从一名地方青年到一名武警战士 一向乐天的艾克然木 此时也在房间里刻苦练习 这不他还把记者找来当陪练 艾克然木在同学当中 有一个响亮的称号 艾帅 他说这个帅有两层意思 一层是他长得帅 另一层是他能在比赛中帅先晋级 身为一名武警战士 我愿将青春与生命融入到保家卫国的神圣事业中 艾克安木加油 我们永远支持你 而此时杨靖文却还在独自练习 当年他硬是凭着一股子执拗劲 克服了口吃 还练好了普通话 这次参加演讲大赛 他同样付出了很多 战友们也对他给予了厚望 会一不小心就会把我们几岁压成重饼 平坦的实力从前面时间结束了 紧决赛是没问题 今天就这么破了 别够压力啊 我还是特别希望他能拿金奖 但是我还是有个信心 那慢慢来吧 杨靖文目标大赛冠军 距离一步之遥 预备 爆 现在已经是深夜了 选手们差不多都已经睡下了 可能是因为明天就要比赛了吧 今天的气氛相对于昨天来说 多少有了一些紧张 但是就像其中的一位学员说的那样 无论结果如何 只要尽力了就是最棒的 在这个比赛前的晚上 就祝他们睡个好觉吧 今天车上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 大家都在莫送稿子 为大赛做最后的准备 可能是为了放松紧张的心情 一号选手于金松唱起了歌 我去情中的三年 杨靖文显然已经建筑家境 他的教练反而越来越紧张 艾克然木也开始熟悉舞台 距离比赛越来越近了 为了缓解紧张的情绪 选手们各有各的妙招 我在这个感受就是隔绝现场 这个游戏 然后进入这个感觉 我现在在后排 现在距离下午的比赛 还有将近四个小时的时间 选手们正在走开 虽然还没有正式开始比赛 但是选手们已经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将自己调整到一个最佳的比赛状态了 特别期待他们下午表现 第一个上场的余心松已经来到了后场 此时他的教练却突然冲了上来 因为他是第一个 所以说我特别紧张 在台下后场 让梁静雯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选手的铁 去掉一个最高分 去掉一个最高分 他的事一定跟你们的教练和领队共通好 坐了一会儿就看到这种情况 我今天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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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我们最终将有其他选手的进行 选手们现在的心情非常紧张 刚才这个选手上去的时候 先抱了他一下 他自己颤抖 希望他们会有好的大会 去获得好的成绩 观众们的掌声给余金松吃了颗定心丸 应该可以 因为我能感受到 因为中间我没有设计掌声 结果中间他又对我鼓掌了 我感觉很高兴 再想一想 和您一道 把我们的生命 就在他等待成绩的时候 二号选手郝林也回来了 这时记者在后台看见了艾克然木 一向乐观淡定的他 竟然也紧张起来 我刚才看你抬头看了一下四周 我还不到时候有刺眼 因为比较闪光 我还把一次就眼睛眯掉了 关系着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我身为一个院长 杨静伦也早早来到后台做准备 为了缓解紧张情绪 他把工作人员当成评委 提前演练 而我用我重新得到的生命 见证了一位人民解放军 全心全意 为人民的牵扯 成绩出来了 于金松首先看到了自己的分数 刚才看到成绩了 很遗憾 第一轮比赛结束 十位选手离开了舞台 对于这届大赛 连续担任了八届演讲 站在评委的展昌剑 有些新的看法 总体的稳定的成绩 这一届要高于往前 另外的总体的印象 这一届的年龄的成绩 相当于比较年轻 第三个印象 这一届 基本上都能够结合 自己的一些工作 学习和生活的品位 就是后面马上就要参加 这个决赛 希望每位选手都放轻松 比出自己最好的那一面 就可以了 杨靖文和艾克然木 都顺利进入到下一阵 剩下的二十位选手 被分为五组 杨靖文在第二组 艾克然木则被分到了 最后一组 这一组 两名女选手 陈希和王景 都发挥得很出色 杨靖文的教练 已经紧张地站了起来 能否挺进决赛 成败再次一局 高分 去掉一个最低分 四号 王景 三十四号 陈希 本轮 晋奇 恭喜二位 谢谢两位 心情 正常发挥有把心 我有一个梦想 亦将人的生命 有一万一 觉得现在 你还能说 我就把自己的生命 分成两半 不想也没办法 一半日来 守护导弹 一半日来 守护导弹 没闹 早就好了 这是一个新男人 对新娘的接触事件 很快轮到艾克然木上场了 与杨靖文一样 他也遭遇了实力强劲的对手 我心里没有底 一个是眼 一个是情 对 因为他这个民族学 这语言的表达 可能女汉族学 也要稍微弱 一个是高分 七上一个第一分 艾克然木本轮得分 九十八点 一二分 艾克然木以微弱的差距 被淘汰了 但是面对这样的结果 他的脸上 依旧挂着温暖的笑容 艾克然木说 他还要留在这里 看着进入决赛的兄弟姐妹们 想他们学习 给他们加油 我还有很多的努力 我还有很多的努力 更应该感谢她 现在我也站到了这个舞台上 我觉得她还是火热的 因为就在刚才 这里就是选手们PK的战场 其实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真正属于每个选手的时间 只有短短的几分钟 复赛结束了 胜出的十名选手将继续挺进决赛 他们在决赛的赛场上 又会上演怎样的精彩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脸上绽放了一次性像 一千年多早 懂了 从小到大 我从来没有见过她 如果能拿着剪刀 妹妹们 有一点 1 2 2 2